哈囉,我們是立山高中新蘭大使團 我們的主要任務有 製作簡報、校園導覽以及接待外民 在接下來的影片中 會有更多關於新蘭的詳細介紹 請大家仔細觀看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 歡迎大家關注我們的IG帳號 更多詳細的資訊都在這裡喔 大家好,我們是新蘭大使團 讓我們帶各位進入新蘭一旦丘進發 首先就讓我們來介紹新蘭的社課時間 我們在社課時通常會練習自身的表達能力與訓練台風 透過討論以及團隊合作來完成每一次的任務 每一週都會有不同的課程內容 有時候是簡報發表 而有時候是校園導覽的練習 在製作簡報和發表的過程中 不僅能夠增進簡報技巧 也會讓自身的發表能力以及台風 在一次次的報告中提升不少 而在校園導覽的部分 我們則會練習如何清楚地向外賓介紹立山高中 除此之外 在社課時我們也經常會做許多的教學課程 以及小組討論 這些活動不僅訓練了我們的邏輯思考能力 也讓我們學會如何與他人溝通 並明確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而每個學期最讓我們期待的一次社課就是 奧評拉 奧評是一個類似於校外教學的活動 我們會在過程中學習到許多 在校園中難以獲得的知識 而途中的所見所聞 也會成為製作簡報最好的靈感與素材 在上學期的奧評中 我們去了新竹參訪 也在那次的外出機會中 了解到更多不同族群的特色與文化 不僅親手體驗製作飾餅的過程 也親自感受了當地老街的風情 奧評不但能夠增廣見聞 也為我們之間創造了許多特別而美好的回憶 真的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 在策課時間之餘 我們也會練習校園導覽 並精進我們的解說能力 在練習校園導覽的過程中 我們會走遍學校的各個角落 仔細了解學校大大小小的故事 讓我們在向外賓進行校園導覽時 可以把學校介紹得淋淋盡致 透過校園導覽 不僅能夠讓外賓更了解立山高中 也讓我們對學校有更多的了解 在熟悉學校的同時 我們也會訓練臨場反應 學生姐有時候會問一些比較特殊的問題 或是藉由一些突發事件 來訓練我們的應變能力 讓我們在向外賓進行校園導覽時 可以減少突發事件的發生 並且在事件發生時 能採取恰當的應變措施 不會感到慌亂 當然 我們也會訓練校園導覽的颱風 透過多次的練習 讓我們在面對外賓時 不會感到緊張 一場好的校園導覽 需要謹慎的安排 以及良好的分工 每一次的校園導覽都考驗著我們的團隊合作能力 並增進我們的團隊精神 在教育與接待活動之中 我們會用平日審視 這是一個讓我們了解更多文化 以及解交各國好友的好機會 每當校外的來賓參訪 身為新蘭大使團的成人 接待外賓 並且讓他們更了解立山的校園環境 及學校特色 就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每一次都能夠讓我們更熟悉接待禮儀 並運用平時簡報練習的成果 增加實戰經驗 在透過校園導覽 介紹立山的過程當中 外賓與我們的問打互動 是很好的交流機會 透過了解來賓會有的好奇 以及疑惑 進而不斷地去增進 以及豐富校園導覽的內容和深度 像是今年五月初 花蓮海鮮高中前來參訪 我們先用簡報的形式介紹立山 接下來也有大家非常期待的 實際進班交流 相處的過程中 互相交換彼此的學習方式 也分享雙方的課程特色 最後 以校園導覽的方式 帶著他們參觀校園 此外 週末我們親自安排 短暫的台北輕旅行 走訪數個景點 大家變得更加熟悉 也希望能讓他們在交流的過程中 更深入地體驗到台北的生活氛圍 透過每一次不同外賓的參訪 都讓新蘭大使團 有了許多的機會與大家交流 擴展我們的視野 最後歡迎喜歡中朋友 有服務熱誠 以及對國際事務有興趣的學弟妹加入 也非常歡迎大家去關注我們的IG帳號 今晚的評論 今晚的評論 來應徒後 今晚大使團 順便也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